今晚約了Langsy和幾個朋友一起吃飯 但是吃什麼好呢?麻辣雞煲?羊腩煲? 但是我不吃得辣的 Langsy又不吃羊腩,都是不行 吃什麼好呢?吃燒肉? 吃燒肉,Langsy的朋友又不太好 都是不行 吃什麼好呢? 啊!吃火鍋 吃火鍋,大家剛剛才吃過 再想一下 啊!腳扒 腳扒只有夠肉 為什麼好吃 啊!不如吃日式 吃日式太多生意,他們又不太好 不如吃上海菜 吃上海菜 啊!上海菜不如試試川菜榮麗園 好!我們一如去榮麗園 榮麗園就在黃大仙 出了一閘後就找A出口 就是找新光中心M2 上路面後就沿著龍場 靠左行,行前少少見到M2的Square 經過M2Square之後 行前少少見到消防宿舍 在消防宿舍過對面馬路 就見到營鳳梨 在營鳳梨向前行少少 就經過小巴站 過小巴站之後就見到停車場 在公眾的停車場就有一個斑馬線 過了斑馬線之後就靠右行前少少 今次就轉左 大約轉左之後走一兩分鐘就見到這個榮麗園 這間榮麗園就是這一棟的堂樓下面 去到榮麗園就有位坐 那我們就跟職員進去坐 眼見這間榮麗園的格局都比較舊式 而且那個座位都比較擠 桌一桌之間空間感不夠 坐得不是太舒服 走廊東道都比較窄一點 而場上都貼了很多這個餐牌的Menu 那我們五個人就讓兩張四方桌 拍在一起坐 坐下之後我們就開始慢慢看Menu 慢慢看什麼吃 看看Menu 左手邊就有一些合飯的套餐 就由四十幾元到最貴的七十二元 而由手邊就有一些套餐 分別二人套餐 四人套餐 六人和十人套餐 留意一下 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都要收加一的服務費 茶餐就是每位兩元 餐程小食就是每碟五元 看下一版有什麼食 左手邊就有一些年糕類 大概都有十幾款可以選擇 一般的雞絲炒年糕 肉絲炒年糕 和這個雪醉肉絲炒年糕都有 另外都有一些灰麵炒飯類 而右手邊都有一些甜點類 例如豆沙鍋餅 桂花湯圓等 飲品都有些幾特別的飲品 有龍鳳麟絲 凍的六神花茶 而下一版有左手邊的湯麵類 湯麵類都有幾多選擇 有些可以選擇一些辣的 有些可以選擇一些不辣的 而右手邊就有些炒麵類 有些炒排骨麵 牛肉炒麵 三鮮炒麵都有 半麵和兩麵都有選擇的 看看下一版 左手邊有些蔬菜類 和豆腐類 右手邊也有些鍋巴類 煲仔飯都可以選擇 而最後一版 左手邊也有些豬牛類 一般的回鍋肉 咕嚕肉都有選擇 而在右手邊也有海鮮魚類可以選擇 例如糖醋魚塊 童子黃魚 青州蒜糊等 亦都可以選擇 腰果蝦仁和宮埔蝦仁有得選擇 而另外湯麵類和沙窩類都可以選擇 這裏的餐牌 menu的選擇都幾多 第一節上桌 就是炸得很美 炸到金黃色的鳳麵魚 價錢來說 我覺得有點偏貴 要六十八塊 今天大概一碟有十多條 但它真的炸得很好吃 一口很鬆脆 整條魚都完全咬到肚子 而且它味道有少少大酸 大甜 這個都幾惹味 這個可以再按摩 今天那個花生 就轉了這個毛豆 毛豆都要5元 今天上桌就是這個鎮江牛肉 一碟有8件 40元 看它的賣相 它啫喱狀的部分 都不夠精型通透 我們就夾一件 試試它什麼味道 味道都算可以 但口感完全不行 它可能混合魚膠粉 混合比例混合得不好 所以只有六口味 有少許實實的感覺 一點都不夠彈牙 這個不一般 而且肉的比例太少 今次上桌就是這份素鵝 48元 上桌前已經切開了6塊 但是讓它切成散燒燒燒 看它的賣相 跟我們吃之前的素鵝 顏色是完全不同 之前吃的一些 比較金黃色 而這個 真的是素色一點 我就教一塊 看看裡面有什麼材料 裡面那個東菇絲也挺多 而且那個紅蘿蔔絲也很多 料是挺充足 而且味道調製得挺好 皮都炸得很鬆脆 吃到口這個刀其實都OK 只不過那個賣相真的差一點 吃完素鵝今次就吃這個煎餃子 一共有6隻,就38元 看它的賣相的尺寸都不細 而且看它都煎得不錯,煎到金黃色 今次就夾過去看看它裡面有什麼材料 看得到它韭菜和豬肉的成份都算偏多 試試它什麼味道 發覺它熱製的餡料都熱製得不錯 一點都不鹹 吃下去韭菜都比較脆嫩 而且豬肉都比較嫩滑,這個整體上都不錯 今次上台就這一盆小籠包,有8隻 來試吃,就65元 它上台的時候煎餅還是慢慢流出來 看它的尺寸都不太小,都算是偏大 我們夾它一件,怎樣舔皮草 就是吃一下它什麼味道 誰知道一咬到口,它的湯汁都很流出來 都幾多 再吃它的肉,發覺它肉都算偏多 而且熱得不錯, 肉汁都幾嫩滑, 這個小籠包整體上都不錯, 可以再按摩 今次上台就有這個素菜餃, 一龍又六大隻, 就50元, 上台的時候還是熱辣辣, 飆了煙 我就夾一隻, 吃好看看它有什麼材料, 吃好的時候就發現它有些韭菜, 有些好像是白菜仔之類 也有少少紅蘿蔔碎, 冬菇碎, 吃不到有黑木耳, 所以就不覺得有爽口的感覺 食口我覺得好像在吃煎餃子的口感差不多, 但是煎餃子就38元, 而這個就是50元, 我寧願就吃煎餃子 今次上台就是這半隻醬茶鴨, 就140元, 今晚我們坐下了點, 它立即休息, 都幾好東西 因為醬茶鴨一般都要預訂的, 因為它的製作過程都幾浪費時間 它又要醃, 又要蒸, 又要煙燻, 最後還要炸過才上台 既然它上台, 我們就看看它吃什麼情況 初初看它的賣相, 我覺得都一般, 好像炸得太乾 試一試, 加一塊點點的醬汁, 吃一下它是什麼味道 它的皮都算炸得脆, 但是肉汁比較乾身了少少, 不夠嫩滑 就吃到少少的鹹味, 少少的煙燻味, 其他那些滷水的熱製味, 就吃不到什麼 另外有個吃法, 就是用它那個白色好像饅頭之類的包 你夾一塊肉下去, 放在口裡吃都可以 整體上來說, 這個積點有得吃的醬油鴨, 不要期望它太高 這個就是必點叫的脆皮春卷, 有三條 它全部都是用素食的材料, 有黃芽白, 冬菇, 紅蘿蔔絲 它和一般喝茶的炸春卷有些不同, 感覺皮特別薄些, 和脆些 餡是預先炒過的, 有少少湯汁, 不太油膩, 清清的, 感覺健康些 吃到這裏都飽了七八成了, 不過都想試一下粉麵類 經過商量之後, 我們就叫了 雪菜肉絲炒年糕, 和招牌淡淡麵 很快就來了碗淡淡麵了, 我們是叫酒辣的, 32 元 來到碗麵上面就鋪滿了花生碎和炸菜粒, 麵質都好彈牙的 店員說, 湯底是用豬骨熬的, 很可惜它的麻醬落得不夠多, 麻醬味不突出 湯底都比較稀的 最後都來這一碗, 雪菜肉絲炒年糕, 75 元 見到的雪菜都青青綠綠, 豬肉絲都好軟軟, 薄薄一片的年糕, 口感煙煙韌韌, 大一點點彈牙 炒得的時間都剛剛好, 因為炒得太久, 好容易變黏糊的 有時吃得上海粗炒多, 都可以試下炒年糕的 好, 先喝一杯東西, 我們剛才都點了一盒小豆漿, 22 元 豆漿都好重豆味, 不算太甜, 另外朋友都點了一杯凍的樂神花茶 他說樂神花茶, 清清甜甜的, 都幾醒胃的 今晚我們五個人就吃了這個素鵝, 醬茶鴨, 小籠包, 素菜餃, 煎餃子 雪醉肉絲炒年糕, 鎮肝牛肉, 翠腿春卷, 酥炸鳳尾魚, 一盒小豆漿 一杯凍的樂神花茶, 最後一個就是招牌的蛋蛋麵 今日年加一, 總共696元, 包含這個每位2元的茶展, 和一個小食5元雞 多謝你們收下這個視頻, 這個視頻是純粹分享我個人的意見 如果你們覺得這個視頻不錯的話, 麻煩你點個like, share, 和訂閱, 拜拜